刀选多重的 很多初学者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这是最先想到的问题 我选一个多重的刀啊 那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初学瞄刀或者枪 或者其他器械的时候 那么你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不要选择太重的 我这个呢 大概也就是两斤左右 不到两斤 如果你选太重的话 你是捂不起来的 那么很多这个老人啊 找我买器械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 总喜欢问多重 他们总认为这个刀或者枪 只要越重 我才能越达到锻炼的效果 这个话是不假啊 但是前提是你要捂的动才行啊 你如果这个刀或者枪 你连捂都捂不动的话 那么你怎么达到锻炼的效果啊 拿都拿不动 对吧 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 你这个锻炼效果也好 或者你的这个 整个的练习的过程之中也好 你是需要把它动作做到位 把这个流畅性 把这个运滤性把它练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效果 而不是我拿着一个非常重的刀 我练都练不动 我这样去练 那么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这个刀也好 或者是枪也好 多重不是最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趁手 自己能捂得动 这个才是关键的 当然了 如果你想提升功力 你想提升自己的这个 控兵器的这个能力 你是可以适当的把它加重的 但不建议初学者 不建议我们新手 最开始就选择特别重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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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